8月27日,来自全国各地的3800余名2023级本科新生,来自36个国家的300余名留学生本科新生走进复旦,开启了大学生活的新篇章。 当日上午,记者在复旦大学邯郸路校区看到,前来报到的学生中有不少外国留学生的身影。 19岁的泰国留学生洪芬芳报读了管理学。洪芬芳告诉记者,她是通过电视节目了解中国,由此爱上了中文。她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 中文对外国人也很好,然后汉语也很好,所以来了。以后可能在中国几年工作。 在现场,各专业的迎新接待棚排列的整整齐齐,随处可见指示牌和迎新打卡点。 在这些学长学姐们搭建的接待棚中,有几个2023年首次招生的专业颇为显眼。 新生周一宁就读的集成电路领军人才班,是复旦建设的全国首个交叉学科门类一级学科。 科学家是个很酷的职业,周一宁笑着表示,不管是师资力量,还是在本科就安排上的科研计划,都让她非常满意这个新专业。 复旦的威电的历史是全国文明的,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新专业可以尝试一下,而且我本人喜欢理工科,然后非常的吸引我。 小时候觉得科学家很酷啊,然后像那些,就是不管是去宇宙啊,还是探索自然,科学家就是很酷的一个职业。 金融学,金融科技方向,也是2023年首次招生的专业,暴读了该专业的闫义云认为。 在互联网时代,金融科技类的复合课程会让自己在将来的行业竞争当中更加有利。 我觉得选择这个专业可能会在将来的互联网时代的一些职业市场当中更加的有利,比如说我可以获得一些更加多元的岗位能够去参加工作。 当日,记者还在迎新现场看到了高三男生一支笔占600场考试圆梦复旦热搜话题的本主张燕鹏。 他有些腼腆地向记者表示,他已经逛过了他的梦中情校,非常激动。 未来,在读大学期间,他还是会和他的老伙伴继续征战考场。 就希望在大一的时候能够努力地发掘自己的那个特长的所在,然后向这个方向努力,然后尽早地确定自己的一个职业的规划,然后探索自己的一种潜力吧。 据了解,各学院学生组织还自主设计了学院生活介绍册,学习效率手册等用品,制成书院专属的特色大礼包,发放给每位新生。 帮助萌新们快速融入校园生活。 在之后呢,我们会带领我们的新生有一个参观我们书院空间的活动。 我们书院空间就在学生的住宿楼下,可以让学生更好的感受我们为同学们提供的一些学习活动和师生互动的一些场地。